事情呢严肃起来了 我国的财政压力呢是日益增大 如果未来呢一定要有一个职业呢被精简 教师医生和公务员哪一个呢会被选中呢 首先咱们说一下教师啊 教师的需求变少 教师这个职业呢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 毕竟呢他不仅仅是环道授业结婚那么简单 他更是孩子们人生的一个灯塔 随着我国生育力的一个降低啊 青少年的数量呢也在变少 随着来的就是教师的一个需求减少 已经有一些地区的教师呢 老师呢逐渐的开始转业了 那第二个职业就是医生啊 我国老龄化也至于严重 随着而来的就是老龄化带来的一个身体问题 而此时的医疗资源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 就体验出医生职业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说医生呢也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淘汰的一个职业 无论文明呢演变到何种程度啊 健康呢才是人类追求的一个永恒目标 那第三个职业就是公务员啊 公务员也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 保障百姓的一个合法权益 所以说就算国家财政压力变大啊 公职人员的规模呢也不会缩水 只不过是会随着时代的一个进步 公职人员的工作职责呢会稍有改变 由此看来呀 这三种职业呢那是缺一不可 我们不能通过减人的方式呢 来节约国家财政 相反呢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啊 对于这些职位的聘用呢 会更加的严格 然后优化管理改革体制啊 与这些职业的体系呢 变得更加的完善和成熟 让我国的社会稳定 然后百姓安居啊 那么你对这三个职业的未来 有怎么样的评价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